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培寧教的數學 那我們在上一集說明了一個二次函數圖形 我們一般的點跟頂點比起來 一般的點沒有辦法達成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如果知道一個點和領導係數 也就是開口的造型 沒有辦法鎖定一個二次函數圖形 也就是沒有辦法確定它是哪一條二次函數 那但是如果我知道頂點的話 我知道頂點和開口的大小 也就是領導係數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一條二次函數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一個需求 我今天給你一個二次函數 你要如何取得它的頂點呢 那麼我們知道如果它 我們知道它的頂點 我們就會知道它是怎麼從x移動過來 所以能夠揭示頂點的方式 是我們在上一集最後提到這個標準式 所以這個我們要怎麼從一般的這個 二次一次常數這樣子叫做一般式 我們要怎麼從一般的這樣子的列式方式 變成標準式呢 那它的標準式應該是這個 這個y會等於 ax-h平方加k 那你會發現這裡就是有一個完全平方式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要教的這個方式呢 就是所謂的配方法 那其實這個配方法 跟我們在國二上學到解一元二次方乘四的配方法是同一個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怎麼做 那我們不如就先來從這個解二元一次一元二次方乘四的這個配方法開始看 如果今天我的題目其實是 2x平方加4x減5等於0 如果今天我其實題目是這樣 我要等於0 那我們 我們在這個之前的節目裡面有介紹到 等於0的話就是尋找這個等號成立的時候方乘四的解 那這樣是求解位置數 那如果我不等於0 這是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隨著x的值有不一樣 它就會不一樣 我們可以說它的算出來的值 4x的函數 所以是這個y等f 這樣是二次函數 那我們今天把它當多項式來解的時候呢 使用配方法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首先先把這個常數除過去 加4x等於5 兩邊同加5 不是除過去 加過去 因為我要想下一步 那接著把這個2除掉 那這兩步其實可以對調做 你可以先除後再移過去 那有的老師不移 不把它移過去的 也可以 就是直接 留在這一側再用看的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是變5分2 可以嗎 那然後呢 這裡要讓它變一個完全平方式 那如果你已經習慣了 然後因為這個 還蠻容易看出來的 它是121 那你就可以直接寫 它列出來的這個完全平方式 是x平方加2x加1 等於右邊 那這裡左邊加1 右邊也要加1這樣子 那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直接看出來 這個 x平方加2x等於5分2 左邊配成完全平方式 到底應該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看不出來的話 那我們在之前教的時候 有說 先空下這一行 先寫下一行 它會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 是x怎麼樣的平方 那這個怎麼樣的平方呢 這裡填的數字 就是把上面這個2除以2 所以你上面是加2 這裡就加1 它會變成x加1的平方 那x加1的平方展開來 這裡是x平方加2x加1 那在這裡說明為什麼它要這個除以2 這是因為 我們希望這裡最後如果你是變成x加a 那展開來的時候呢 平方向跟一次向能夠跟它一樣 所以你如果x加a 這個2a的平方展開來 它變x平方加2ax加a平方 那你這個2ax呢 要會等於這個2x 也就是2a要會等於2 所以你就會發現a總是這個係數的一半 那如果它是-2 這裡就-1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這裡展開來的時候 原本這一條這個位置會一定跟它一樣 所以你可以照抄沒有關係 那這裡就會是它的平方 對不對 這個a加b平方 a平方加2ab 這個常數會是它的這個的平方 然後等於 左邊加1右邊也加1 所以最後你會變成x加1的平方會等於 這個2分之7 所以x加1會等於正負的根號2分之7 所以x等於-1加-2分之14 好 sorry 就是最後這個兩邊同時開平方 2分之7開始開平方 要加正負號 然後加1一過來就-1 然後這個寫答案的時候要標準化 分母不要有根號 那這個是解這個等於0的時候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這樣啊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不是要它等於0 那如果x等於 比如說這個-1加2分之更號14 它會等於0沒錯 那可是我現在就是要表示出 我的y也就是 它是經過x的一番計算 這就是一番計算 會得到y值 我希望把我的這個x跟y的關係用這樣來表示 甚至我未來等一下可以把它畫在圖形上 那我要把它整理成這個式子的時候呢 這個式子的時候 整理成標準式的時候 我們就用類似的方式 也是同樣的配方法 那只是這邊你就會發現我沒有那個等於0嘛 我這個y等於是一直固定在這邊的 所以你不會把數字丟過來這裡 那等於說我在整理這條 這邊 我要整理這一塊 整理這一塊的時候呢 我沒有那個等於0 所以你就不能同除 你如果同除你的y變2分之y啊 那到時候你還不是得乘回來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先 暫時假裝沒有看到y等於 那 這個 這樣子 因為我怕它行數不夠 所以我們 暫時假裝沒有看到y等於 這裡 先把它塗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指 我們去整理它 整理成這樣子 整理成這樣子 它要怎麼做呢 其實動作跟剛才是差不多 首先先無視這個 常數 那我把它寫在右邊 因為這一步是多餘的 所以實際上你不需要寫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把常數移到對面嗎 因為沒有對面嘛 現在沒有對面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常數挪開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常數挪開 挪到旁邊去 這個純粹 這個純粹是一種意象 就是一種概念 你實際上不用真的寫這個 就是我們概念上 因為配合我們當初的想法 把它挪開 挪開之後呢 挪開之後呢 我們不是同除嗎 那我剛才已經說明了 因為沒有等號嘛 所以你也不能同除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2提出來 等於說整條字子除以2 那2提出來的話呢 這邊就會留下x平方 我剛剛這裡忘了平方 加2x 那因為我要配方的部分只有這裡 所以這個其實不用跟著提2 所以這個-5繼續寫在後面 可以嗎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一樣 就是如果你看得出來 你就直接寫完全平方式 你就直接寫這一條 那如果你看不出來 你就一樣空一行 這裡 x平方加多少呢 這個的一半 所以是加1 這樣子 然後再回頭過來 展開來的時候 是x平方加2x加1 這樣 那這裡既然加1了呢 那你外面就要減 可是問題是 你實際上加的不是只有1喔 因為你是整條式子 被乘2嘛 所以實際上你加的是2 所以外面這個-5呢 就要再-2 所以你外面就會-7 跟正 它配成完全平方式之後 裡面是x加1的平方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耶 這就是我們要的 可以嗎 所以最後你可以把y寫在這裡 就是你也可以就寫這樣就好 就y會等於這個 這個就是標準式 那知道這做什麼 那就是回來我們一開始講的 你從這個式子式會看得出來 這個圖形它是 從y等於2x平方 這個圖形是從y等於2x平方 向左移一單位 再向下移7單位 就是原本向下移的話 是左邊要加7嘛 它現在移到等號的這一側 所以它是向左移一單位 再向下移7單位 所以你這邊如果是-就是向下移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頂點在哪裡 它的新頂點在-1-7 對吧 我們從兩個角度來去看這句話 在x等於多少的時候 y 如果y就是2x平方 加4x-5 那在x等於多少的時候 y會有幾值呢 那會是多少 從兩個角度來看它 第一個角度 我們從這個式子本身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是一個完全平方式 完全平方式一定大於等於0 最小是0 如果不是0就正的了 然後它又乘兩倍嘛 那就還是一樣 要不然就是0 要不然2乘也0是0 要不然就是兩倍的正的 然後-7 所以說其實這個y怎麼樣 最小最小就是7 最小就是7 在什麼情況下會最小 在這裡面是0的時候 這裡面是0的時候x是-1 對不對 那如果是老師的話 就是剛才這些問題都可以 稍微停下來 試著讓學生 從這個式子裡面來打打看 來觀察看看 那 當然一開始學生接觸新東西 你這樣子問他 他不見得馬上答得出來 就是答不出來也沒關係 試試看 看學生能不能自己看出來 不能看出來就跟他說 那 所以說呢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在x等於-1的時候 就是讓裡面變0的時候 它才會最小 因為要不然的話就會加 往上加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它的最小值 有幾小值為-7 那這是f of多少 因為你x是用-1代 所以這就是f of-1 x用-1代的時候 這裡剛好是0 y是-7 這是y的最小的情況 可以嗎 那 這是從一個角度來看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呢 就是 我已經知道這個圖形頂點是-1-7了 也就是說 如果我畫出圖形來 這是它的頂點 然後它的係數是 領導係數是2 就是它的開口是向上的 而且有一點點窄 這樣子 對不對 那 這個圖形本身精準度倒是其次齁 而是說我知道它開口向上 你就會發現這個點 所謂的頂點在開口向上的時候就是最低點 因為兩邊都下到這裡來嘛 然後從這裡這一點開始往外就會一直往上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圖形有最低點 頂點就是最低點 是-1-7的話 代表x在-1的時候 y是-7 它有最小值 對不對 那x等於1的時候 最後的y y的值 就是f-1 開口向上 對稱軸 就是通過頂點的這一條牽直線 也就是x等於-1 你會發現它整個圖形沿著這個軸 可以折起來 從最低點 x-1的時候 它是-7的時候 開始 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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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不是-1 它是0 那這邊就會變成 0加1是1平方 對不對 然後乘2 這一點是-5 所以你會有一點是 0-5 那你如果x-1 你從這個-1往左 移動一單位 你從-1-1變-2 -2的話 你這裡算出來 -2加1是-1 平方還是1 乘2還是2 加7 -7還是-5 所以它會同時過0-5和-2-5 那它同時也會過 如果它是1 就是距離它兩單位的話 如果是1的話呢 它會是 這個 4-2-8 它會過1-1和-3-1 可以嗎 還蠻陡的 對不對 一下就上來了 那你就會發現它圖形是對稱的 對稱與這個軸 所以這是它的對稱軸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練習這個 做一下示範 所以大家可以按一下暫停自己練習看看 這個是y等於f 它是-2的 好 注意它的x平方向的係數是-2 -2x平方加x加1 那試著用剛才這樣配方法的方式 如果你有看懂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看懂的話 倒帶再看一次 那就是錄影片的好處 我不用再講 那試著做做看 透過配方法把它找出來 它的頂點是什麼 然後解讀這個配方法 配出來的結果 去回答說它在什麼時候會有極大還是極小值 這裡是填大或小 那那個極值會是多少 就是它最大的 y最大的時候最大是多少 那這個f就是帶這個x等於多少 所以這兩個地方填的數字會一樣 所以它的圖形有頂點是什麼 開口向上還是向下 對稱軸會是哪一個方程式 對稱軸是一條線 所以對稱軸不會 你看像我剛才這一題 解出來 x在-1的時候有極小值 那對稱軸不是-1 對稱軸是一條線 所以這一條牽直線 叫做x等於-1 好 按個暫停自己做做看 好因為有點時間 所以來這個閒聊一下 我們在新聞上面 常常會看到這個詞 叫工程顧問 那工程顧問我們在新聞上面 看到的時候常常會跟這個 綁標啊 然後 黑吃黑啊 黑道仇殺貪污有關 那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這樣子的工作 它並不是不好的工作 它是很重要的工作 對這個社會也很有貢獻的工作 只是呢 因為新聞不會報平常的事情 對不對 你假如在新聞看到菜市場的消息 大概也都是菜價漲啊 然後要不然就是什麼 黑道仇殺最近菜市場 那難道菜市場的那個賣菜的一天到晚在漲菜價嗎 也不是嘛 是因為菜價不漲新聞不會報啊 對不對 所以工程顧問到底在做什麼呢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假如今天台灣要蓋一條這個 磁浮高鐵 比現在高鐵更快速的 假如說我們要蓋全世界最快的鐵路好了 那台灣沒有人蓋過嘛 那沒有人蓋過的話怎麼辦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政府 出錢的應該是政府吧 那政府也不知道該怎麼蓋啊 這些官員 現在的這些官員 他們當初當到政府官 的這個公務員員的時候 他們也不是學 蓋高鐵的 因為那個年代就沒有 那就算是新的 就算年輕人 他也沒有蓋過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該花多少錢蓋 然後我該檢查什麼 花多少錢蓋 你可以說 我同時叫很多家一起來 那個出一件 很多要蓋的人來 你們各自報出你們的價錢 你可以比價錢沒錯 可是那你要檢查什麼 你怎麼知道 這個高鐵最快的鐵路 他要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他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沒有蓋過啊 你都不知道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一批人 給你意見 跟你說 你大概要注意的地方有什麼 跟你說 也有可能價錢大概會在什麼地方 那這樣子的人 就是所謂的工程顧問 那也因此 既然他們是 就是政府官員自己不懂 詢問的對象 如果他騙了政府 那當然 政府官員就很容易 就是上當 那所以說這個 第一個就是他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你才會有的時候 在新聞上面看到這些公司 那我們 能不能夠不要有工程顧問呢 其實也不行 因為官員就是不懂 那甚至有的時候工程顧問公司 自己也不見得什麼都了解的時候 還是會詢問到真的在蓋的業者 那比如說這個我今天要蓋高鐵 我不懂得高鐵怎麼蓋 我就去詢問了一家熊老師鐵路企業 那熊老師就跟我說 這個 沒關係 我幫你設計 我幫你設計 要怎麼蓋這個鐵路 那設計完之後 你要給我蓋嗎 那我說這個 我是政府 我當然不可能同意說 你幫我設計我就幫你蓋 因為要是你框我怎麼辦呢 而且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最便宜的呢 所以政府不會去承諾說 你幫我設計我就幫你蓋 那政府會說這個 你幫我設計之後 我再看 再看看 那所以說這個業者本身呢 他為了要確保最後他會賺到這筆錢 因為你問他 然後你又不同意一定要給他做 那他怎麼辦 他就跟你說 沒關係 我幫你設計這個高鐵 但是這個高鐵呢 因為 你看我幫你設計好一個車廂 他的用電 假如說總共就是114伏特 這個包括電燈 包括電動座位 包括緊急閘門什麼的 全部都算好了 假如說他的用電是 我們以安培來說好了 假如說114安培 他就設計一個電池 那個電池是114安培的 那他給你的那個設計稿裡面 每個車廂都要裝這個電池 但是重點其實是什麼呢 重點其實是 這個114安培呢 全世界只有 我們有生產 只有我們這個 這個熊老師鐵路公司有在生產 或者熊老師鐵路公司的子公司 專門在做電池的 有在生產這個114安培的電池 或者是一種特殊規格 比如說直徑11.1公分的螺絲 像這樣子 一個特殊的規格 他就故意在這個車廂裡面 設計一個特殊規格的東西 那你 因為 就是 官員就是不懂嘛 他只要問嘛 所以他看到的時候 他不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一般買不到的 他不知道 他就接受了 那接受了 其實你設計的真的不錯 好吧 那我們來看看哪一家 他要來蓋的時候呢 那因為熊老師他們 花力氣去研究 還做了這份報告 他當然會把這個成本 算在這個 造價裡面嘛 可是另外一家公司 比如說這個 他的慶爭者 立可帶 立可帶鐵路公司 立可帶鐵路公司 因為他沒有花力氣做研究啊 研究是熊老師他們做的嘛 所以他的成本 理應的應該比較便宜 對不對 那他的價格比較便宜的話 政府就會決定給他做 可是當立可帶鐵路公司 要製造這個車廂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怎麼樣 他沒有這種電池 你買不到 你買不到 你就只能找 這個熊老師買 那熊老師就說 可以啊 把利潤分給我 你說我要把 我這個電池就是很貴 你搶走了 你搶走了 我本來應該要 造鐵路的生意吧 那你要在這個電池上面 還我很多很多 還到我甘願 要不然我就不要賣你這個電池 因為這個電池只有我在賣的 那這個時候 立可帶就會發現他做不下去 那這個行為叫做技術性綁標 所謂綁標就是只有我能做 別人不能做 那技術性綁標就是說 他不是比如說拿槍抵著你 不准你做 而是他用技術 用一種特殊規格 搞到就是全世界只剩下他能夠做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乘坐的人呢 他就會 他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跟熊老師妥協嘛 對不對 我就花高一點的價格 買這個電池 當做這個 這個人情 互相交個朋友 那他的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他回過來跟官員說 其實 114安培的電池 你去市面上買120安培的電池 也都可以啊 都不會影響他的性能 他就這麼跟官員說 那官員假如接受了呢 就會簽下一個同意書 好我同意你更改規格 那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工程裡面 會看到這樣的情形 就是 新聞裡面常常會有啦 業者做一做就要求說 他的規格要更動 那我們會覺得說 政府又同意業者更動規格 政府都偏袒業者 其實有的說是不得不的 因為你不更改根本做不下去 因為當初這個規格本來就 不見得是一定要這樣子 他可能是被故意設計成這樣子 那我們一般人不了解 但也不是說業者和官員怎麼做都對 所以我們就是接受專業的意見 你可以去問相關工程領域的人 改這樣子到底有沒有差 沒有差 當然就可以改啊 為什麼一定要圖利原本的設計者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常常看到的變更規格 那當然變更規格也不一定都是因為不得已 有的時候變更規格是這個業 做的這個人 就剛剛這個力可代公司 他自己想要省錢 或者說他 用了比較差的設備去做 也是有可能 那所以說我們一般社會大眾就是不懂啦 我們沒有辦法單純從新聞裡面去了解內情 那就會你看到這樣的新聞 你就會不知道到底誰對誰錯 因為通常變更規格發生的時候 原設計者就是這個熊老師就會跳出來說 你看你看他變更規格了 到時候你的列車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負責了 對不對 因為那個已經拆封了嘛 就不在保固期內了 那所以說這個我們就會被覺得說 很恐怖耶 這樣變更規格可以嗎 那其實最後就是我們要相信專業 然後去尋求專業的意見 好回來看剛剛這個問題 Y等於x F 他是-X平方加X加E 那我們要配方法他 那配方法的時候呢 就是 我們再來做一次給大家看啦 讓你確認一下自己有沒有學對 首先 先默默的把這個E翻開 那我就不多寫一行 我就把它默默的翻開 然後怎麼樣呢 同除-2 錯啦 把-2提出來 -2提出來 那我剛剛講 只要提這兩個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2x平方 欸 好 故意出這個啦 看你能不能夠理解 X如果被提-2了 他就會留下-1-2x 提出一個負號就是留-1 學到這裡已經國三了 這點應該要會 然後 加1 再下一步 你能夠寫出來嗎 完全平方式 不能的話 來 X怎麼樣呢 這個-2-1 這個-1-2-2-2-1 fill 的平方展回去的時候就會是x平方造超減2分之1x這個的平方加16分之1 外面加1然後怎麼樣你不能無緣無故加那我們也沒有等號另外一側同加 所以就是把這個加了的16分之1要減掉可是注意喔你不是真的加16分之1 因為你要乘負2嘛你有乘到負2嘛所以其實你是16分之1乘負2是負8分之1 所以其實你這條式子如果後面加1不看你這條式子跟這條式子是差了 這條式子比這條式子多扣了8分之1所以要加回來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x在 是4分之1的時候 但是你要答4分之1 還要答負4分之1呢 就比如說學生打了四分之1 或答負真分之1之後就問他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有机子 为什么不是负四分之一 为什么是四分之一 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嘛 那它乘以一个负二 所以这个地方 乘了负二之后是一定小于等于零 对不对 小于等于零加八分之九 你就知道说Y一定会比八分之九大 比八分之九小 就是说它最大就是八分之九 它如果这里不是零 乘到负的就会再扣 它会从八分之九往下扣 所以Y最大就是八分之九 什么时候Y会是八分之九 就是刚好这里是零的时候 那这里是零 X减四分之一等于零 X是正四分之一 所以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不要只是背说这个东西要加一个符号还是怎么样 它是有原因的嘛 或者你从一向的角度来看 或者你从这个 我们说从四指的角度来看 所以它在X是四分之一的时候 有极 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呢 因为我刚刚讲了 你如果不是 如果关号里不是零 这它就是一个正的 但是乘负二嘛 所以就会扣 所以它越扣越小 所以它最大的时候是八分之九 是X是四分之一的时候 它是八分之九 所以它的图形在四分之一八分之九的时候是顶点 你就会发现这个图形和这个Y等于负二X平方 这个图形相比 它是向右移四分之一再向上移八分之九 所以它顶点在四分之一八分之九 开口向下 因为这里是负的 开口向下 对称轴是X等于四分之一 可以吗 好我们接机上到这里